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一个近身的祷告下 请你打开周报的第二页 感谢主刚才赎亲带领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 这一段的圣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二月八日的时候我在这里已经提到了两件事 或者说两件事又多一点点 第一个 讲到祷告其实我们都很习惯 我们通常会有三个祷告 吃饭的时候总会想到我要祷告 这个祷告好不好呢 好 这个祷告对不对呢 对 但这个是属于孩童时期的祷告 因为我们谢谢 我们谢谢 有的人早上起来会祷告说 主啊 我今天又醒过来了 我又活过来了 可以为你活一生 这个不错啦 睡觉前又祷告 主啊 我今天活得还不错 经历你的恩典 我要睡觉了 晚安 这个很好 这个大概也可以到了青少年时期的一种反思的祷告 可是在这一次我们所谈的这个祷告 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 或者是说小雅西雅教会 或者说圣灵感动保罗所留下来 一个非常近身的祷告 是一个成人的祷告 是一个成熟者的祷告 那祷告其实它必须是有概念的 它必须是有思想的 我这样讲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用理智祷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前提 或者说顺序我们需要明白的 在过去我们2月8号的那一次的聚会当中 我们分享到 你看周报我们已经把答案写出来了 因为已经讲过了 一 晋升祷告的前提是认清自己的地位 一个人有什么地位 他就会享受怎么样的生活 如果你没有认清你有那个地位 你就不会享受那样子的生活 我在第一堂也跟他们讲 我因为常常在欧洲要坐廉价航空 那坐廉价航空呢 大部分的人是不寄行李的 大部分的人是拉着行李上飞机的 那么我们就要去排队 为什么呢 因为你拉着行李上飞机呢 你就要早点上去 早点上去之后呢 因为它那个空格有限 如果你太晚了 它塞不进去了 它就跟你说 对不起你的行李上不去了 那怎么办呢 它不是把你丢掉 它不是 它就把你check in进去 你听个懂吗 这什么叫check in进去呢 你本来拉了下来嘛 对不对 你下飞机的时候 你是不是直接就走了 可是如果你check in行李的话呢 你就要到那个转盘去等嘛 那至少要半个小时 欧洲看什么机场 如果你到罗马机场或德 有的时候等一个小时 你搞不清楚的 德国比较快 可能五分钟 十分钟就回来了 那意大利呢要一个小时 所以大家都不要check in行李 只要拿着少小的行李 最后要上去 但问题是呢 你要排队 所以大家呢 其实还没到排队时间呢 大家就赶快去排队 为什么 要站 要早上飞机 早上飞机就可以把行李放在上面 晚上飞机呢 他就说 对不起 已经进不去了 里面全部塞满了 可是坐飞机的时候 很危险嘛 因为要预备 万一要逃命 对不对 所以你的行李进不去了 他就把你贴个封条 把贴一个那个行李条 再给你个上面 他就把它check in到下面去了 就进到下面去了 你只要进到下面去呢 你就很麻烦 所以我们就排队 排队 排队 可是呢 有时候我在排队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那边人先排 为什么先进去 又不是老人家 又不是轮椅 又不是小朋友 为什么先排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叫做priority 他们花了五块钱 他们花了五块钱欧元 就排priority 原来有人可以priority 可是 有的时候是别人买给你的票 像有时候我去的时候 因为我从A到B B到C 就A帮我买A到B的票 B买B到C的票 这样子呢 他们只要出一段票 国际段 我另外找人 那我就这样去了 有时候给我 我不知道我有priority 因为上面是西班牙文 上面是德文 上面是意大利文 我都看不懂 看不懂 我就乖乖排 后来有一次 排到那边的时候 那个空服院 那个门口的那个 就跟我说 下次你要排那边 听得懂吗 他告诉我 下次你要排那边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你有priority 你看 你没有地位 你不知道你的地位 你就享受不到那个生命 你就享受不到那个生活 你早进去 行李放好了 坐下来慢慢等 对不对 还可以看在那边 不然好紧张 好紧张 每次都很紧张 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 因为你不知道 你有那个生命 你就享受不到那个生活 所以在以福手书 一章三到四节的时候 我上次在这边 告诉你们说 那里讲到 我们有五个福气 五福临门 五福临门 保罗说 因此 你看第十五节 第一句因此 因此什么呢 因为你有五个福气 所以你应该 就会祷告了 我再说一遍 你就是不知道 你有那个福气 所以你就不会这样祷告 祷告是什么 祷告是跟神沟通 你都不知道 你可以跟神沟通 你怎么会去祷告呢 你不知道 你有什么 可以跟神谈的 你怎么祷告呢 如果你拿到一张支票 你不知道支票 可以变成钱 你怎么去换钱呢 所以祷告有一个前提 就是要认清自己的地位 认清自己的地位 保罗告诉他们说 说我为你们祷告 我为你们祷告 因为你们有这样的身份了 所以我为你们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神儿女的地位 很多人亲看这个儿女的地位 我告诉你 儿女是很大的地位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董事长的儿子 我讲盈利机构 你是董事长的儿子 或者你是独资 那个老板的儿子 你比总经理权力还大 因为总经理 是替你爸爸工作的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我爸爸的儿子 所以我们搞不清楚 我们的身份 所以我们总是苦哈哈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为什么不会祷告呢 我们为什么不会去求呢 我们为什么不敢求呢 我们家有个姐妹 她每次都很凶悍 我就说你凶悍什么 她就说因为我是神的儿女 你听得懂吗 对不对先不管 她搞清楚了 儿女有的时候 也可以耍赖的是不是 儿女有的时候 可以耍赖的 所以我们如果认清自己的地位 那你就会做出很近身的祷告 你就会做出很深入的祷告 第二 一个近身的祷告 一定有个顺序 我告诉你 那个顺序就是 一定要先感谢 什么叫做感谢呢 感谢你 你只有先得着你才会感谢 你不会无缘无故去谢谢一个人 对不对 比如今天我在这里聚会 俗卿带领我们敬拜 我得到很大的帮助 我就会跟俗卿说谢谢你 谢谢你 为什么谢谢你呢 当然是谢谢神 不过谢谢人也是应该的 我说谢谢你 为什么 因为我得到好处了 我就谢谢人 一个人为什么不常常谢谢别人呢 第一 他没有给你好处 你当然不谢谢他 第二 他给你好处了 你不知道他给你好处了 你也不会谢谢他 是不是 所以谢谢是很重要的事情 当你一有感恩的心的时候 你突然觉得这个人对我好 你下次再有需要的时候 你就对他有期望 所以祷告一定要从感谢开始 我再说一遍 祷告一定要从感谢开始 早上我住在这边的时候 第一堂来的时候 第二堂来的时候 只要领会告诉我们说 我们现在祷告 我一定先感谢 我一定先感谢 因为没什么要求你的 时间不够只能先感谢 感谢都来不及 可是等你真正的感谢完了之后 你自然会想到 他是这样的神 我怎么不 求他呢 对吗 他是这样的神 我怎么不求他呢 你们都不会笑 我想你们大概很少 经历到神的恩典 你不经历到神的恩典 你就不会感谢 你不会感谢 你当然不会祈求 所以感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要很sensitive 要很敏感 我很多年前在这边讲一篇道 后来那篇道成为我自己 很大的鼓励 我自己要鼓励我自己 你记不记得 耶稣带着门徒 在提比利亚海边 七个门徒在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到提比利亚海边 然后他们就去打鱼 彼得说我打鱼去 他们说我们也跟你同去 一个晚上打不到任何一条鱼 以后耶稣在岸边说 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们说什么 没有 没有 耶稣就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 就必得着 他们就撒网了 对不对 一撒网 一拉就网 满了鱼嘛 所以一拉网 以后彼得就说什么 对不起 约翰就说什么 是主 是主 那我的问题 My question is 我的问题是 请问耶稣什么时候 到岸边的 耶稣什么时候 跟他们同在的 耶稣什么时候 同在的 你看 耶稣在岸边 跟他们说 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 耶稣死里复活 是不是声音改变了 他们听不出来 不会吧 不会吧 他们为什么听不出来 迟钝 迟钝 他们说没有 耶稣说小子 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已经叫你小子了 你还不知道是他 我告诉你 如果我妈妈说李贱 我立刻知道是他 因为听得很习惯了 他说小子有吃的没有 他说没有 耶稣还说 把网撒在船的右边 就必得着 里面有彼得 里面有约翰 这件事情三年前 曾经搞过一次 对不对 吓得彼得跪在地上 说什么 主啊 离开我吧 对不对 我是个罪人 你还忘了 三年你就忘得干干净净的 而且三年之内 还每天跟耶稣在一起 还把你带到山上去 还让你走在水面上 你忘得一干二净 而且耶稣还复活了 他们都知道 结果彼得说 他说把网撒在船地右边 还真的撒 有够笨的 有够没脑袋 耶稣都来了 耶稣都来了 你还敢做那件事情 后来伊拉 是谁先说是主啊 约翰 约翰说是主 是主 所以第一个发现的是约翰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这件事情 给我很深的印象 我一直在想 主耶稣什么时候到那边的 后来 我这样想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说法 反正圣经 大家念一念 个人有个人的解释 我认为那天晚上 耶稣根本就在船上 只是他隐形起来 不让他们看见 不然他们打鱼的时候 怎么会没有鱼呢 我相信耶稣都在那边 他们把网一撒 耶稣说 鱼都走了 鱼都走了 所以他说 每一个都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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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在想 一个晚上打不到鱼 门徒不想想 怎么会打不到鱼吗 怎么会打不到鱼呢 这叫做迟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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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最后 一网打下去这么多鱼呢 因为一网打下去 而且那个网鱼很大 对不对 比上次还大 上次是一个 一网打两船鱼 对不对 你们圣经熟不熟啊 一网打两船鱼 对不对 这一次呢 根本没有办法拉上船了 只好拉上岸 听得懂吗 就船慢慢开回去 就把网拖着拖着拖着 拖回去了 有153条大鱼 那我的问题是 耶稣什么时候在船上的 耶稣什么时候在岸边的 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 其实我们搞不清楚 耶稣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才这么迟钝 我们才这种反应 我们搞不清楚 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不会感谢 因为我们不知道 他就在这里 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经过他 顺境 当然感谢 逆境呢 你们都不敢讲 只有一个会得着的 顺境我们怎么样 感谢主 逆境呢 不是也感谢 是更感谢 因为哪有父母 愿意让儿女受苦的 如果他让你受苦 肯定有原因 所以顺境感谢 逆境更感谢 我知道有点难 成熟的基督徒 都知道这件事情 顺境感谢 逆境更感谢 好好感谢 你就会祈求 一个会感谢神的人 一定会祈求神 第三 近身祷告的内容 我们上次讲到 祈求真认识他 认识他的意思 不是I know you 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认识他是 我跟你交往 我跟你交往 弟兄姐妹 你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 最要紧的就是交往 就是交往 昨天去参加一个婚礼 杜荣华张老 在那边有一个勉励 勉励 他说夫妻之间 最重要的是沟通 很好笑昨天 他讲的我们笑死了 为什么 因为他在讲 夫妻怎么沟通 夫妻怎么沟通 他说夫妻什么时候 不该沟通呢 夫妻在肚子饿的时候 不要沟通 因为脾气不好 夫妻在睡前 不要沟通 因为精神体力都不济 他说 他就特别警告那个先生 你的妻子在周期性的生理的时候 不要沟通 不要沟通 他说因为不是他不想跟你沟通 是因为他的能力不能跟你沟通 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以后他讲说 他说你知道 好像有人问恐怖分子 跟荆棋中的那个女人 有什么差别吗 答案是恐怖分子 还可以谈判 你们连幽默都没有 我们需要跟神不断的沟通 因此祷告有好几个层面 好几个层面 我们需要从初步的到近身的 到很深的祷告 当然祷告有的时候是需要操练的 其实祷告不会是一个仪式 祷告有时候是一个操练 但祷告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交往 是一个互动 其实祷告是一个沟通 是一个沟通 就好像夫妻沟通一样 他必须沟通 有的人说你为什么跟神比较熟呢 因为答案很简单 就是常沟通 祷告不是一个报告 祷告不是一个工作 祷告是让我们可以认识他 认识他的属性 认识他的性格 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 你要认识一个人也是这样 如果你后来发现 这个人是一个说谎的人 你就会发现他会欺骗你 如果你认识这个人 是一个认真的人 你就会发现他做事 凡事都用心的 如果你认识这个人 是个正直的人 他就是可以被检验的 可是我们怎么样 可以认识另外一个人呢 就是从他怎么做事 或者他怎么工作 所以第二 请你写下来 晋升祷告的内容 除了祷告的内容 是让我们认识他之外 第二就是知道他的工作 就是他知道他的工作 他是怎么做事的 他是怎么工作的 他是做什么事的 很稀奇的一件事情 我故意讲工作 其实神所做的都不是工作 神都在做人 神没有在做事 因为事情不需要做了 因为神造宇宙万有 已经造完了 你知道 说起来有点伤心 神所造的所有的一切 都顺服神 只有两个不顺服的 一个叫做撒旦 第二个叫做人 我们竟然跟撒旦放在一类 在不顺服的事情上面 我们即使成为神的儿女 我也常常不顺服 不顺服 不服 你说鸡都服 鸡为什么服 要彼得悔改 叫鸡叫鸡就叫了 对吧 没有人敢去劝巴兰 就叫驴说 驴就说了 今天只有两个不舒服的 所以其实神的工作 最主要的是 做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怎么认识神呢 自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让我们认识祂 而且 让我们真知道祂做事 祂做三件事 请我们来读 第十七节 十八节 十九节 我都十七节 因为那个是我们上次讲过的 你读十八节 十九节 十七节 是认识神 我们祷告的内容是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 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祂 这里明显讲到上帝的三个工作 做在人身上的 第一 祂的恩赵有何等指望 第二 祂在圣诸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第三 祂在信的人身上 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的浩大 这三件事情是神所做的 神所做的 其他的事情 神都已经做完了 今天万物都在等我们 都在等我们 万物浮在虚空之下 是不得已的 因为还有不服的 谁不服 人不服 人不服 所以其实这个基督徒最要紧的 我们生命的功课 无论从全人类来讲 或者我们个人来说 都是只有一件事情最要紧的 就是顺服 就是顺服 所以我们常常说信而什么 顺服 信 且顺服 信 不难 顺服 很难 因为信多容易啊 信得到这么多的好处 拿到五个福气 你还不高兴啊 问题是要顺服就很难 要顺服就很难 所以神在做三件事情 第一请你写下来 知道祂过去 赐给我们的恩招有何等指望 我只能花一点点时间 讲这一件事情 十八节说 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祂的恩招有何等指望 过去的恩招 知道祂的恩招有何等的指望 恩招就是神恩典的召唤 就是神给我们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招我们是有目的的 是有目的的 是要在万物当中彰显 祂也能做这件事情 所以祂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建立能力 为什么 因为这样仇敌就会闭口 跟牙口无言 神招我们是有盼望的 神招我们不是随随便便的 神招我们不是一个简短的目的而已 神招我们一个长远的目的 因为这个恩典临到我们 我们非常的认真 用生命去经历它 而这个恩招不是一个填资料的时候 我们写宗教信仰兰 我们写基督徒 其实当我们写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更多想到的是吊条 为什么我说祷告这么重要 我不是说读经不重要 其实读经是可以帮助我们好好的祷告 而读经里面把上帝 所有的一切的丰富都写出来 可是读经读经读经 如果你不祷告 读经而不祷告 是无神主义 读经而不祷告 是无神主义 祷告而不读经 是自我中心 对吗 这种话只能跟很有水准的人讲 读经而不祷告 是无神主义 祷告而不读经 是自我中心 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原来我们的信仰 不是只教条 如果我们只是在 信仰一个基督教 我们更多想到的是 礼拜天要不要去聚会 我不是说不要来聚会 重点根本不是聚会 我们更多想到的是 我要奉献金钱 我不是说不要奉献金钱 可是那变成我们的义务 我们更多的是想到 别人也问你说 你信什么时候 你说我信基督教 然后就会有不可摸 不可吃 不可做 不可想 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正的信仰并不是这样 真正的信仰是生活 从里面的地位 所带出来外面的生活 那个成圣的生活 所以我前两次说过 基督的信仰是先有地位 再有生活 如果你没有那个地位 你那个生活就是假的 不是真的 如果你知道你有那个地位了 你只不过把它活出来 那个是个操练 那个是个练习 那个是一个过程 一定会有的 因为你有那个地位 我们不是做到一个程度 可以做王子了 不是 我们是生下来就是王子 我们越认识我们的地位 我们就越能够活出生活 所以基督徒不是对人千功有礼 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必对人千功有礼 我是说基督徒不是对人千功有礼 长幼有序而已 而是我们内在的生命 符合神的心意 如果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是从 我们如果内在的生命 把它活到外面出来 你知道 那就是真的 所以外面的 不一定是真的 里面的才是真的 当你里面有的时候 你外面一定活得出来 可是怎么样可以证明我们里面有呢 就是外面一直在改变 如果外面一直有问题 里面应该有问题 有一次我跟李经验长老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服侍 到美国去服侍 那一次是在什么地方服侍 在东岸服侍完了 我们到北边新英格兰去 到那边去 住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 他那天说 你们去休息啦 他说我要去做一点事 我们说你要做什么事呢 他说我要去修天花板 那我们就说你一个人怎么修呢 他说爬楼梯上去 我们说那你一个人去 那不如我们三个都不要睡觉去帮你弄嘛 他就说不不不 你们是客人 你们休息 那我们跟你去 后来到那边 他就说 他说你看 上面那个水管破了 我们说你怎么知道水管破了呢 他说你看天花板这边都有阴开来了 而且发霉了 你就发觉里面有问题的时候 迟早外面会活出来 活出来 里面 我不是说里面 我不是说外面不重要 可是里面比外面重要多了 如果我们里面的生命慢慢慢慢活出来 就借着祷告 借着认识 借着跟神沟通 把它活出来 那个外面自然就会正常 自然就会健康 昨天我去替沈明镜弟兄的儿子证婚 我常常替人证婚 我证婚有一个毛病 就是我一个要自己谈 我一个自己谈 自己谈 谈谈谈谈 那这一次去的时候呢 我就跟沈明镜弟兄说 我说你的儿子婚前辅导一定要做 他就说好 他说找谁呢 我说你找谁 他说找杜荣华 那我说我就放心了 杜荣华帮他辅导 我就放心了 我常常都要跟他们谈很多很多 有一次我对一个新人讲解婚礼的流程 我有一点啰嗦 我在替人讲解婚姻的时候 教他很多东西 连戒指怎么戴我都会教他 戒指我拿的时候 你不要抽戒指 我拿好你服好我会放掉 我一直练习一直练习 他们觉得我很啰嗦 然后我就要教他怎么戴 怎么拿过来 只用食指跟拇指 其他的指头都不要用 放过来怎么样 很漂亮 你知道到最后造像的时候就剩下那个东西 对不对 你就多练两次就会了 我就跟他讲 后来有一个弟兄比我更仔细 我教完了以后 他就问我说 他就说 李长老 那个盒子怎么办呢 我就说我就会把它放在讲桌上面 就是那个讲台上面 我就把它放在那边 我就说怎么样 你那盒子你还要吗 他说我当然是不要了 因为带上来了嘛 我当然是不要了 我说那我就把它放在那边就好了 我说如果你要 就记得再去拿 或者如果你很紧张 那个盒子怕我把你搞丢了 你戒指我带你带完了之后呢 我就会把这个盒子就再交给那个伴郎 这样就没事了嘛 对不对 因为反正在婚礼上面 你稍微多做一步 少做一步 差距不是太大 我就交给他就好了 后来他就不要了 不要 那个盒子不要了 那天证完婚 我就把那个盒子放在讲台上面 我请问你 会后会不会有人喜欢那个盒子去拿 会不会 会不会 会啊 不会啊 有时候盒子很漂亮啊 你知道 盒子很漂亮啊 有的人会去拿那个盒子 有的人会去拿那个盒子 如果是小孩子 知道那个没有的用 他一定去拿 小孩子就喜欢这些东西嘛 可是 如果你要戒指 不要盒子 没有问题 如果你又要戒指 又要盒子 你也没问题 问题是 如果你不要戒指 你只要盒子 你问题很大 有没有这种人 有没有这种人 如果 有的话 请你把戒指拿来给我 Tiffany的我也接受 Cartier的 我也接受 你只要拿来给我就好了 我不会带的 我会把它卖掉 没有人这样子的 你一定是要戒指 不要盒子嘛 你最多就是要戒指 又要盒子 对不对 没有人要盒子 不要戒指的 没有这种人 可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如此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如此 我们不看重我们里面 那个真正的生命 我们花很多的力气 把外面弄得很好 但是这个不是神要我们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需要知道 什么是重要 什么是重要 重要是我们里面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求神 让我们知道 神过去赐给我们的恩招 有何等的指望 第二 请你写下来 知道他未来赏给我们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知道他未来 一个是过去的恩招 一个是未来的基业 未来的基业 写好了吗 未来的基业 写好了我来讲 我来讲 我读第十八节的前半段 你们读后半段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 他的恩招有何等指望 第二保罗说 基督徒未来的基业 是何等丰盛 对于未来 我们看不见 我们特别需要圣灵的光照 求主让我们知道 我们未来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信仰 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信仰 如果你从旧约看到新约 你看到使徒时代 你就会很稀奇 就是盼望 你知道盼望是面对痛苦 最重要的因素 当你有盼望的时候 现在受点苦没关系 对不对 因为你有盼望 因为你有盼望 所以盼望 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有未来 因为我们有未来 如果我们有恩招 是一个地位 你立刻有平安 立刻有满足 立刻有享受 立刻有笃定 这些马上都有的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在我们里面 也就是现今的生活 我们可以得到这些 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 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很大的盼望 就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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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早上我去跟一对男女朋友交通 其实昨天早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聚会 金元长老就通知我们说 昨天早上的聚会非常重要 是一个教会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同工会 我已经答应说要来了 后来我又临时写信告诉他说 我说我不能来 非常抱歉 正在交往的男女朋友 我现在除了正婚的时候 我需要跟他们谈之外 大部分我都不谈了 因为有这么多的传道人 这么多的辅导 我为什么要自己谈呢 但是因为谈的这个对象 这对男女朋友 他们情况非常的特殊 他们有很大的困难 后来我继续谈谈谈谈谈谈 一个早上跟他谈 谈的结果 这个男的 这个弟兄是个台湾人 那个女的呢 那个姐妹呢 是个外国人 然后就谈 那连南方的爸爸 妈妈也去了 那你们不要想错 不是一个不对的婚姻 他们也没有发生什么关系 也不是那些事情 那他们碰到很大的困难 很大的困难 那我就陪他们想想 能不能够一起面对这件事情 就跟他谈这件事情怎么样想 那件事情怎么样做 想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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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后来快要结束了 快要结束了 我说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那个男的讲一点点 那个女的就讲了 他用英文讲 他用英文讲 我现在他讲很长 你知道他在讲的当中 我非常的惊讶 他讲了一半我就跟他说 你几岁啊 他说我29岁 29岁 他就讲到他怎么样的 跟他的男朋友交往 他讲到他怎么样的爱人 他说我现在虽然不完全 我的男朋友也不完全 他说但是有一天我们会完全 我没听清楚 我说你说什么 他说有一天当主来的时候 或者我们去的时候 我会有一个新的body 身体 我吓一跳 后来他就一直讲 一直讲一直讲 他说我们现在虽然不完全 今生不完全 但是将来神来的时候 他说会给我一个全新的身体 他说因为这个缘故 即使我今生不结婚 我也没问题 他说因为将来 到我新天新地的时候 他说那个时候 所有都得着了 他说那个时候 来看现在 这一点点的受苦 有什么问题呢 我第一个反应是 你29岁你懂什么呢 可是第二个 我立刻想到说 我29岁 我这个话都讲不出来 我这个话讲不出来 他说其实我们结不结婚 不是最要紧的 他说如果我真正拥有神的爱 我可以爱有需要的人 或者是我的 亲战的男朋友 或者不是他 他当有一天 我的心思意念全部会改变 他说即使我们现在婚姻 可以结感谢赞美主 他说如果不能结有障碍 那有什么问题呢 他说我可以不结婚 你知道当他在讲的时候 他不是那一种 他不是那一种 讲起来要告诉我一个理论的人 他跟我讲什么理论 我年轻是他将近两倍 而且我这个传道的人 我圣经也比他熟很多 可是他在讲的时候 那种笃定 那种盼望 那种感觉 我心里想说 哇 这个就叫做 未来的基业有何等 丰富的荣耀 他真知道这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重点 有的太重今生 有的太重来世 太重今生的 他就看今生的富贵 他要的是生活 他要的是享受 他要的是享乐 可是看重来生的重视未来 他会过着出家的生活 你知道出家的生活 不是只有佛教 天主教也有 东正教也有 基督教某些人也是这样 但是在真正的基督信仰里面 我们看重的是今生跟来世 所以说恩召何等指望 信徒在未来得着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那个是个完全的荣耀 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 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他应该正常的反应是 那一个盼望 就是我现在死也没有问题 我现在死也没有问题 因为当我们一进到 一进到这个光景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未来荣耀是什么 这个未来荣耀是什么 不是你知道的问题 因为它不是理智上的问题 那个是灵里面的一种认知 是一种感觉 是一种知道 是一种知道 所以在这边我们知道 他的工作是什么呢 他的工作坐在人身上 他的工作坐在我身上 他的工作坐在你身上 让我们知道 一 他过去有什么 你们又忘了 恩召 第二 他未来 我们是他的什么 基业 第三 第三 一个是过去的恩召 已经在我们身上 一个是未来的基业 何等丰盛的荣耀 可以让我们更认识神 可是中间还有一段 请我们来读第十九节 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十九节一起来读 一杯 请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请你先写下来 三 知道他现在 现在显给我们的能力 是何等的浩大 能力 现在的能力 过去的恩召 未来的基业 现在的能力 圣经在这边提到 神对我们过去恩召 有何等指望 未来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还有什么呢 就是像我们这个信的人 现在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的浩大 过去是什么 过去是立足点 未来是什么 未来是终点 但立足点跟终点之间 需要什么呢 需要能力 过去跟未来之间 需要的是能力 我小时候很会跑步 到大学的时候还会跑步 你不要看我现在胖胖的 我大学的时候只有52公斤 那跑步一定要体态轻盈 我现在不能跑步了 我现在不能跑步了 我到大学 大一还代表系里 代表系去参加校的比赛 就是整个台大 一年级到四年级 所有人参加比赛 那每个系派代表 我是我们系里面 选出来两个代表 有一年级到四年级 一年级到四年级 只有两个代表 我是代表我们系里面 就跑步的 所以你不要看我现在胖胖的 也曾经风光过的 我擅长跑的是白米 白米 出赛的时候 你一下就刷掉一堆人嘛 对不对 只剩下一部分人 你知道吗 我晋级耶 整个台大耶 我晋级耶 男生 我们那个比我 本来会跑的人 被刷掉了 后来他跑过来跟我说 李健 把你的牌 那个号码拿过来 他是三年级 你知道吗 我一年级 我看着他 他就把你的牌子拿过来 为什么 因为他要那张 你知道吗 号码嘛 他要那张号码 为什么 他说我要去跑 你不可以跑 你一年级你下来 你将来还有机会 我要得名 他就把我那张拿走了 拿走了 你知道什么叫做白米 白米是很短的距离 起点 枪响之后 你才可以跑 终点是一条线 所有的人都往那个终点迈进 可是起点到终点 只有一百公尺嘛 你需要的是什么 是能力 你需要的是爆发力 爆发力好 能力强的人就先到 爆发力差 能力小的人就后到 没有能力没有爆发力的人就不能跑 所以重点当然要有起点 重点当然要有终点 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能力 所以过去和未来之间 最重要的这是第十九节 你知道你跟我现在都是在中间 动作要快我要问 我要问 你要反应快 已经知道自己有恩招的请举手 请放下速度太慢 未来的终点 你不一定能明白 我就不问了 可是你已经有起点了 到终点之间 我们需要的是能力 经文说这个能力 是怎么样的能力呢 你知道在这一段的里面 过去的恩招只用一句话 未来的基业也只用一句话 可是讲到现在用了很多的经文 我们读十九节 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请 并知道他向我们的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下面就讲何等的浩大是什么了 十九节的下半端说 就是 所以就是是什么 就是that is 对不对 下面讲的就是那个能力 就是那个能力 再讲到浩大的能力 有三个表现 浩大的能力三个表现 因为浩大的能力 是我们今天需要的 过去的恩招 你知道不知道你都得着了 只是你知道你就会多得一点 你不知道你少得一点 未来的基业也已经确定了 你知道你就有盼望一点 你不知道你就没有盼望一点 可是最要紧的是现在的能力 那么现在那个能力有多大呢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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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写下来 这能力叫基督从死亡中复活 写下来复活 复活 复活 先写下来我们就来念 二十节 二十节 我们来读二十节 预备请 就是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亡中复活 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 第一 这边说神现在给我们的力量 有多大呢 这个力量就是叫耶稣 从死亡中复活的力量 我再说一遍 耶稣基督或者上帝 给我们的能力 从起点到终点的能力 是哪一种能力呢 是水力呢 还是风力呢 还是火力呢 到底是什么力呢 这个力是叫他从死亡中复活的能力 弟兄姐妹 这太奇怪了 这太奇怪了 这力量要多大呢 什么力量叫人从死亡中复活呢 我告诉各位 叫人死不需要太大的能力 叫人活却需要很大的能力 对不对 三十年前 我跟我太太怀第一个孩子 那个时候我还不是传道人 我在立法院工作 又在民传 又在民传上班 而且我那个时候很年轻 气力很旺盛 所以礼拜天呢 我都第一个到教会来 那个时候教会没有管堂 我第一个到教会来开所有的灯 我知道每一个灯的位置 我知道冷气在哪里开 我知道冷气要先开水塔 而且要听到什么声音后 确定上面的水塔已经动了 你才可以开始 不然话你走掉的话 因为水塔没有动的话 冷气会烧掉 我最后一个关 最后一个关 我最先来最晚走 很多年都是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我就在教会里面 我把人替服侍做童工做执事 后来我太太怀孕了 我太太就跟我说 你带我去产检 带我去产检 我就说你一个人去 她就说人家都是先生带去的 你不带我去 好 我就带她去 那时候已经过了好几个礼拜 我就带她去 我还记得那天到台安医院的时候 我还带了宁传的考卷去 因为改考卷 我就说就在那边等她 后来我说你进去 我在那边等你 我就在那边改考卷 一直改改改改 后来她跑出来 她就跟我说 她在里面 医生叫我去做超音波 我说好啊 我说为什么呢 我就跑去跟医生说 为什么做超音波呢 她就跟我说 她说因为你是公保 你有两个超音波 两个造超音波的是免费的 所以你先造一个 后来造一个 我说好 我就跟我太太上去 上去完之后呢 那超音波的医生 就跟我们解释 那个胎儿怎么样怎么样 完了以后呢 就把它按超音波出来 你看三十年前 就盯起来 她说拿给你的医生 我说好 我们就要下去 她就跟我说 她说那个胎儿好像死了 胎儿好像死了 我怎么会呢 她说 胎儿是死了 后来我们下去 就跟医生说 那个医生说 对 我就是 因为你这个孩子 已经够大了 够大了 可是却没有听到胎心音 所以我就怀疑他死了 才叫你去造的 我说怎么会这样呢 你知道医生怎么跟我说呢 她说我不知道 你做医生 怎么可以不知道 胎儿怎么死的呢 她说我不知道 她说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到后来都查不出什么原因 我们以后来都不查了 因为她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要查太麻烦了 她说你不如再怀孕还更快 她说你要相信 上帝把她留掉了 那就算了 这就表示她不好 那我们也就这样相信了 你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孩子会死 叫人死不太困难的 一下就给她弄死了 前两天 不是政洁的案子判了吗 地方法院判她四个死刑 为什么 因为她在捷运上面随便杀人 拿了个刀到处乱砍 到处乱戳 到处乱杀 就死了四个人 还有二十几个受伤 叫人死不需要太大的能力 要叫一个人死 刀子插进去转一转就好了吗 可是 什么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呢 我告诉你 搬一个大石头需要很大的力气 盖一栋大楼需要花很大的力气 请问盖金字塔需不需要力气 那可是 可能几十年 可能上百年 动用多少人力才可以盖起来的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拆毁所花的力气都不大 建立所花的力气都很大 你盖一栋大楼多难啊 双子星大厦美国的 一架飞机插进去 油让它流下来 几个小时之后就整个毁掉了 拆毁不要花很大的力气 建造需要花很大的力气 比建造还更需要花力气的 就是你知不知道 叫一朵花开需要多少力气 叫一朵花开需要多少力气 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忧伤的心灵 让他不再忧伤 需要多大的能力 我想我们都有忧伤过 你知不知道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 要把他的气压下来 不再生气 需要多大的能力 圣经上说 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 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 怎么可能呢 勇士多厉害啊 取成多难啊 ISIS对吗 可是他说 不轻易发怒的比这个还难 制服己心的比这个还难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可能忧伤变成欢乐呢 我们怎么样可以软弱变成刚强呢 这个都需要很大的能力 可是最大的能力不是这个 最大的能力是叫人从死里复活 人怎么可以从死里复活呢 我在这个教会有一段日子了 常常帮弟兄姐妹走到最后一段 如果是生病很久的 那没有话说 到那边 他很忧伤可是就那个了 可是如果是突然死掉的 或者是突然很短时间生病就过世了 昨天我碰到一个人 参加婚礼的时候 他过来跟我说 他这里张老 他说我们上次在伦敦见面 我说他讲了一下 我就想起来了 我说那次在伦敦见面的时候 你还告诉我说 英国的签证快要开放了 欧盟的开放 英国不开放的话 英国会失去很多的台湾人过去玩 他说对 我立刻跟他说 你太太怎么样 你夫人怎么样 因为他在外交部工作 他们在外交部工作 派到那边去做外交使节的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那人一月的时候过世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一障碍 他说好短 他说发现到死亡 一点点的时间就过去了 如果我们是这样 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事情 好几次有弟兄姐妹 我去的时候 他的家人抓着我 抓着我 拉着我跟我说 我这个亲人 可不可以从死里复活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答案是 耶稣当然可以 耶稣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旧约时代 神叫人从死里复活 新约时代 耶稣叫人从死里复活 教会时代 使徒叫人从死里复活 我告诉各位 就是今天 还是有人从死里复活的 这个神迹 这并不稀奇 因为神的能力是这么大的 可是我不知道你这个家人 能不能从死里复活 我不知道 不过总的来说 叫人从死里复活 是最大的能力 最大的能力 这边提到 上帝所给我们今生的能力 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说叫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呢 弟兄姐妹 你知道耶稣基督怎么死的吗 他不是因为被嫉妒弄死的 他不是因为钉子钉进去死的 他不是因为流血过多死的 他不是因为背十字架累死的 他不是因为为他的门徒愁苦死的 他为什么死呢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的死 圣经上说是因为我们的罪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从死里复活吗 因为有罪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不能从死里复活 只有罪 只有死能够抓住我们 因为我们被罪抓住了 我们不能被放出来 那我问你 所有的人当中 谁最困难从死里复活 快点 我已经答案都讲出来了 谁 耶稣基督 为什么 因为众人的罪孽都呆在他的身上 今天你我 所有的罪是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如果你了解这一点 你就会发现 浩大的能力有多大呢 神所赐给我们度过今生 浩大的能力有多大呢 就是叫基督身上 等那个能力临到我们 他什么能力啊 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最需要的能力 最大的能力 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请问这个能力现在给了谁 给了谁 你相不相信啊 给了谁啊 给了我们 给了我们 这个能力他给了我们嘛 他说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怎么样的能力呢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个能力有多大呢 在我们的身上 叫我们的忧愁变为喜乐 叫我们的气氛 能够止息下来 叫我们的嫉妒 可以消失于无形 叫我们真正的受苦 我们能够突然就过去了 这个能力已经给了我们 你怎么得着呢 讲专有名词 叫做祷告 讲一般用语 就是跟神的交往 让他的能力 进到我们里面 第二 这个能力不仅叫 耶稣从死里复活 第二 这个能力让万物 向万有之手 伏下 请你写下来 伏是伏气的伏 下是下面的下 或者你写伏下 或者你写伏伏的伏也可以 伏救的伏 伏下 二十节 二十一节二十二节 二十一节二十二节 在这边讲的第二个浩荡的能力 有多大呢 二十一节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手 第二个能力就是运行在万有当中 使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 这个需要很大的能力 你知道 万有有一个很大的势力 就是高举自己 万有有一个很大的能力 就是高举自己 人喜欢高举自己 没有一个人不喜欢高举自己的人 只要你有一点点的能力 都沾沾自喜 对吗 对吗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吗 因为你觉得问题太简单了 这种话还回答你 修路了我的人格 你看到没有 沾沾自喜 我们人是一直高举自己的 不仅人往上 你发现了连植物都往上 对不对 可是最麻烦的就是人 你要一个人高抬自己 不太困难 你要一个人把头低下来 是很困难的 越有钱的人越不能低头 你说没有啦 我虽然有钱我还蛮谦卑的 你看多骄傲啊 有的人说 钱对我没有什么 我有钱 我孩子谦卑的 钱不能叫我骄傲的 我有钱我就把钱分给别人的 我告诉你那是因为你没钱 等你有钱以后你就很难不骄傲 有人说明不能叫我骄傲 我不在乎明 要明干什么呢 我不要明的明不会叫我骄傲的 到现在你都没有明 所以你没有骄傲 你如果真的有明的时候 你很难不骄傲 你很难 有的人说 权也很难叫我骄傲 我告诉你当你有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了 有权真好 走起路来都方便 对吧 你知道像我这样常常要进出 进出那个海关的 有的时候就会发现 国家的强或弱真的差很多 强或弱真的差很多 你知道那个护照值钱不值钱差很多 当然台湾是因为经济跟民主 已经造成全世界的认同 所以我们台湾护照蛮好用的 可是你知道我们在国际局势上面 我们是完全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的外交部长曾经说过 不是外交部长是别人卖外交部长说 你知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朋友 在国际上面 外交部长讲不出来 我告诉你只有两种朋友 一个叫做小朋友 一个叫做坏朋友 我们在国际上面只有这种朋友 一个小朋友 人口少 金钱少 一个坏朋友 都是不好的国家 为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叫隔 隔着台湾海峡的那一边 我们说它是强国呢 因为它真的蛮强的 它真的蛮强的 有一次我到一个国家去 到一个国家去 到他们的海边 有很大的发电厂在那边 后来他们告诉我说 这个发电厂是中资 我问你一个国家的发电厂 是另外一个国家的资本 你觉得呢 我说怎么会这样呢 他说没办法 我们国家穷 穷到后来 他就来买我们的发电厂 虽然我们还占有60%的股份 他们占40% 可是我可以shut down掉 你知道吗 强国 我告诉你 当你有强的时候 你就突然就骄傲起来了 突然骄傲起来了 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他说神给我们的能力 是让我们服下 可是我告诉你 叫一个人服下很困难 人是很难服在别人的下面的 但在这边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神给我们经历的能力 是叫我们服得下来 但耶稣怎么叫我们服在祂的面前呢 这个能力叫我们怎么样服在下面呢 不是上帝用杀戮 用压制 用欺负 不是 是用爱 弟兄姐妹 这世界最大的能力叫做 爱 是叫做爱 是叫做让步 是叫做等候 你要让两个小孩子吵架吵吵吵吵 怎么样他们才不吵呢 我告诉你 不是揍他 不是把他隔开来 因为这个不能解决他的问题 是爱他 爱他到有一天 他突然明白爱了 他也得着爱了 他就不再打架了 人也是如此 所以基督爱我们 是会让我们服在祂的面前 第三 这能力能使信徒被充满万有者 所充满 充满 教会是祂的身体 是祂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这个教会不是那个有形的教会 这个教会就是你我 这个教会不是个教堂 这个教会就是你我 我们的祷告是要求神 让我们真知道 祂的能力有何等浩大 叫基督从死里复活 叫我们这些悖逆的人可以扶下来 第三 叫我们被他充满 你知道这是多么稀奇的事情 你知道 充满任何东西都有容器的问题 容器多少就能装多少 容器多少就能装多少 可是神的能力是怎么样呢 我们在有限的容器里面 祂不是充满我们 祂是在我们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祂全部 这个就厉害了 而祂充满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会裂开来 祂充满的时候 我们不会炸掉 祂充满我们的时候 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 有限者如何能够放在一个有限的里面 这叫做能力 这叫做能力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里面有生命 那个生命是无穷生命的大能 所以我们可以从忧伤变成喜乐 所以我们在困难当中 我们可以一直等到未来 一个无限大的神 如何放在有限的我们里面呢 因为这个缘故 中国说神这个字 神这个字叫做 中文的解释说神这个字叫做 奇妙难明 不是明白的明 是述说 是明 是那个名字的明 奇妙难明 就是说你没办法说 这一位神就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从过去的恩召 到未来的基业 中间有现在的能力 求主恩待我们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祢现场满心的感谢 祢是我们的主 祢是我们的神 可是祢不是用势力来压我们 祢乃是让祢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并且祢显明祢的大能 叫祢从死里复活 祢虽然担负我们所有的罪 但是祢叫祢从死里复活 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被赦免 而这个能力今天在我们的身上 祢不仅给我们这样的能力 让我们制服己心 主啊 让我们强如取成 主啊 我们谢谢祢 祢也让这一个爱 在我们的身上显出能力 叫我们可以服服在祢的面前 求这个能力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可以爱人 不只是爱祢 主啊 让我们能爱人 爱那些爱我们的人 爱那些不爱我们的人 爱那些我们看起来真可爱的人 也爱那些让我们看起来 其实因着我们的盲目 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 求祢把这个爱充满我们 好叫我们经历 接受祢的恩典 亲爱的天父 我也特别求祢充满我们 充满我们 充满我们 好 叫我们这个有限的容器 能够被无限者所充满 叫我们在今生活着的时候 有能力 谢谢主 求祢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现在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和神普世众教会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